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以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 已經順利在今天完成 感謝台灣人民共同寫下了民主的新頁 並向世界展現了對民主體制的珍惜 這是我們永不放棄的堅持 我要感謝兩位對手所展現的民主風度 我剛剛也分別接受了他們恭賀的變化 我也要恭喜他們所領導的政黨 在國會旗幟中的掌握 期待未來能夠為國家團結合作 我要感謝其他兩位選手們 為示威的革命 我已經接受了他們的電話 並接受了他們的祝賀 我也想祝賀他們的黨員 為了更多的選票 我期待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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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為2024世界大選年 最矚目的第一場大選 台灣締造了民主陣營的第一場勝利 這場勝利有三個重大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 台灣告訴全世界 在民主和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站在民主這一邊 中華民國台灣 會繼續和國際民主盟友 並肩同行 第一次我們告訴全世界 民主的民主 對民主的民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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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民主 第二個意義 台灣人民用行動 成功比喻外部勢力的介入 因為我們相信 自己的總統 自己選 第二 第二 通過我們的行動 台灣人們 從外國的勢力 從外國的勢力 去影響這個選舉 我們相信 只有台灣人們 有權 選擇自己的總統 自己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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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選擇自己選擇自己選擇 福外部勢力的 我們就會晉 Podcast ск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